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做它 然后用的话就是更像的是方法 途径 工具 我用它 然后第二层意思 刚好呢 这个可能我们的外国语言里面还真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AI的缩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hort means Chinese love 刚好是中国的爱字 也就是说爱跟AI之间 最起码我找到一个相似点 就是拼音一样 再就讲到了发声 讲到发声的话 你就会注意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声音 你们一般用来干嘛 说话 骂人 不能讲骂人 要中立 保持中立 说话 在我这还有唱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是演讲 那么实际上声音 还有其他功能吗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问题 可能没注意 那么实际上没有声音的话 诸位都活不到今天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我看左面的话 是我们的QQ大军 刚刚林伟春博士也说自己这个舞蹈之旅 什么20年什么的 我也有一个挺值得骄傲的 我有20年QQ号 我2000年的时候 我注册了QQ号 我是八位数字的 你们是不是八位 八位数字很牛的 论资牌利 我是老网友 老网友的话 在QQ里面的话 你注意到当好友上线的时候 他一定会响 一定有这个声音 是不是 他有个三连音出现 也就是说 你还可以在万千QQ之中 还有一个置顶功能 对吧 现在你会发现微信的功能 也会进入 置顶 置顶完了又置顶 置顶已经不管用了 来个置二顶 对吧 还得再来一个新功能 那么实际上 在真正的企鹅界 我们台湾的朋友叫 在真正企鹅界 就在那企鹅界 你要去找自己的老婆大人 还是真蛮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注意到 你的声音 确实可以 deliver so many different messages 我们注意到 置顶爸爸 外出觅食了 觅食回来一看 给老婆孩子送饭的 反正我做不到 你们能做到吗 成千上万 长一模一样的置顶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 跟咱们交通大学 就联系起来了 因为置顶爸爸 用了一个非常原始的 通讯方式 就是基本靠后 他后一声 奇恶妈妈 瞬间给他一个回应 然后他依照这个声音的来源 立马找到了奇恶妈妈 所以说 这个慰爱发声 真的是得慰爱发声 要不然你连 媳妇都找不着 连孩子都找不着 所以的话 你就注意到声音 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进化史中 几百万年的这个生命 存在的这个历史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么在声音里面 如果是大家讲 不同的语言 我不知道大家有讲 几种语言 讲中文 有讲 还有讲台北话 是不是 这也算一种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讲英文 对你会讲 本文语言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s show Today is a TED talk So I'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初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Kuriara so Conjana yo Yo parlo buku itaniano 有很多语言 Itsprakhoi bishin Deutsch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 我本来是发现 这个语言不够用 后来发现 人家那个翻译机产生了 我就不用那么忙了 还去学了什么 Savadika Kabung Kray 你就会注意到 不同的语言里面 我找着它 因为我喜欢研究 这个声音 就像咱们李老师 喜欢研究舞蹈 我喜欢研究声音 就是在不同的语言里面 你会发现 有这么一个 非常稳定的关系 叫做原因 就为什么叫原因呢 这是有原因的 原的意思 在中文的意思 It's called origin 起源 也就是声音之源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阿窝阿伊乌鱼 你会发现 没有阿窝阿伊乌鱼的时候呢 你发不出来声音 你不信是 你把所有的辅音都来一遍 我跟你说 如果原因不在 辅音根本就不知道辅谁呢 所以说原因 就是这么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如果要 真正的发出一个声音 必须有原因的成分在 在我们的生物界 大量的存在这种声音 比如狼叫 你会发现 不同的原因 代表了不同的生存的信号 如果没有原因 各位真的活不到今天 那些不会叫点 已经淘汰了 已经不在咱们数据库里面了 所以说声音就是如此之重要 我们在查这个演讲题目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有位哥率先的 已经把这个MV给唱了 王力宏他唱了一首这个MV 叫A爱与爱 当力宏小哥哥干了个啥事 你也挺喜喜的 结婚了 结婚了 跟机器人结婚了 机器智能机器人索菲亚 这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然后发现了婚后生活相当美满 尤其是按摩缓节 力度轻重缓急 反正只要有电 所以幸好咱们今天是在电院进行 离电院智能都没法发展 必须有电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相处过程中 他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约会 逛街 都没啥毛病 然后这个时候 王力宏他就质疑了 我这是不是找到了完美的爱情呢 Is that what's supposed to be love 但是后来发现有点问题 我们在一个人工智能电影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小男孩 想得到人类母亲的爱 然后这个妈妈 她本身是有人类小孩的 然后她要跟另外一个小孩竞争 竞争的话 那个小孩吃菠菜 她也要吃菠菜 好来吃完以后不要紧 她不是大力水手 她吃完以后 给自己烧着了 所以的话就是在讲 人工智能跟人的区别的时候 这个博弈已经非常之久了 探讨非常之久 今天更像一个open question 就实际上他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for live it for open discussion 就没有终点 我们的索菲亚机器人的话 当然他也进入了我们声音界 于是我又找到了他 他上了吉米的脱口秀 他跟吉米呢 来进行了一个双人二重唱 结果那个吉米一爆出歌名 我们索菲亚瞬间就把伴奏给下载好了 甚至还可以声调降调 音准节奏堪称完美 没有任何毛病 然后跟吉米唱得挺happy的 但零了了就只有一个问题 观众听呢 怎么听都觉得像是在听收音机 就是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人的声音 所以我在做一个人的数据库 就是生物里面的这个声音指纹 跟计算机coding的这个声音指纹 如何去匹配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就讲到大脑的关系了 我神经所的 我们神经科学研究所 专门研究大脑的 专门研究大脑的 在这个机器的算法里面 你会知道有很多的算法 是吧 反正我是算不明白 算不明白 有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深度学习 还有强化学习 各种学习 就是你要是在机器里不学习的话 不成为学霸 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 还有神经网络算法 NLP 自然语言算法 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然后我不知道机器觉得忙不忙 反正可能只要插电 散热器够好 应该能算得来 然后实际上在几百万年 进化出来的人的大脑 人的大脑 它是分不同的脑区的 然后不同的脑区又负责了不同的功能 又负责情绪的 又负责思考的 甚至又负责我们林文春老师的舞蹈的 你看我这个明显就失控了 一定要经过训练 一定要经过训练 要learning deep learning 要deep learning 才能够成为一个舞蹈家 那在想为爱发生这件事 就讲到我们刚刚老师也讨论到的 关于大脑的关系 当你听到一个音乐的时候 你的大脑在干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 就你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吗 找算法呢 开玩笑呢 因为当你音乐响起的时候 很多的脑区都被点燃了 我们这个偏制体区域 偏制体左右脑相通的 为什么说 比如像我这种理工女 我也是个理工女 就是不会理工的女人 不是好艺术 不对不这么说 反正你们懂的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左右脑的开发 确实是可以并行的 并不是说只能进行一样 另外一样不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X 来到交叉 我想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或未来的小朋友们 我也是小朋友 OK 小朋友们一些启示 就不要限制自己的这个领域 反而现在很多的这个交叉学科上 能够产生很多这个新的idea 所以就刚好落实到了交通二字 你先交嘛 交完了通了 然后不就成为一个学科了吗 所以that's why we call it交通 然后在听到音乐的时候 我们的运动皮层也是有反馈的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就比如你听一个歌 你是不是有冲动特别想唱 就差唱出来了 是吧 就是因为唱得不好听 完了又抑制住了 就是那种冲动 它是产生的 或者碎碎念 就是这种motor neuron 它确实是在动的 比如说舞蹈艺术家 听到音乐 你听到那个节奏 你的某种地方 你就特别想动 这个节奏 它是已经产生了 而且在动作产生之前 在脑区里已经投射了 你就已经产生此种冲动了 然后下面就讲到我们的前额野 Pre-Protocortex 在这个区域 它是负责 Decision Making 就是你的决策 你要干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所以的话 在这个区域 它要负责 行为的决定 再就到我们的这个杏仁和 Amigadala 大家可能听说过音乐治疗这件事 音乐治疗这件事 不是说虚有的 它是一定有一些作用 To what percentage we have to really prove it 就是在杏仁和的时候 不同的神经元 他听到这个不同的音乐的时候 他的激动程度不一样 那比如说有些自闭症的孩子 比如说他就很down 他怎么都不想说话 这个时候你给他听一些音乐 他可能就想说话了 然后因为他的杏仁和激活了 他就是一个比较 愿意跟人沟通的状态 所以在听到声音以后 我们的大脑 是有着很多的这个 不同的感觉 还有这个Sensory Cortex Sensory Cortex 是指这个感觉皮层 尤其是会乐器的人 它的触感 就是强弱 就是那个 谱上面写那个FFPP 反正咱看不懂的那群 反正那群字 就负责这件事的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 Auditory Cortex 是这个听觉的皮层 我觉得这一块 人工智能现在学得还不错 尤其是翻译语言 单词量这方面 我觉得给我强多了 因此我就不再学习新的语言了 以增加我的负担 让AI没饭吃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自动把这个语言学习交给他了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Hippocampus Hippocampus就是海马区 它负责干嘛的 它负责记忆的 我以前大量地解剖了海马 海马长得特别像一个香蕉 It's like a banana shape 然后做了大量的解剖 专门就研究这个海马区 包括它这个发育的路径 长什么样子 都切开来看 左看右看 有这样一个电影 一个老奶奶 她得了这个二字海默症 她谁都不认识了 怎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她的小孙子 用这个吉他弹一首歌 这个歌是她的小时候 她的爸爸给她弹的一首曲子 结果后来 哎呀老奶奶好开心啊 一下全部响起来了 这个音乐它是个钥匙 为什么呢 你看音乐它的存储 就是当你听到音乐以后 这么多 包括我们的视觉皮层 小脑 就是脑袋能调动的地方 全调动起来了 我妈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是你放东西的鸡蛋 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明显我们脑袋 在听到音乐的时候 它放在N个脑区 这种记忆的纯属方式 是相当稳固的 也就是说最难忘记的 那又回到那个话题了 AI会爱吗 爱是啥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爱是个啥意思呢 爱广义来讲 是指A跟B的关系 那么这个A跟B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物 放在人跟人身上讲 我觉得挺不靠谱的 比如说A喜欢B B一定喜欢A吗 有时候喜欢 有时候不喜欢 也可能不喜欢 就是爱情的迂回之术 我觉得这是人类 交给AI的终极挑战 就是你觉得他到底爱不爱我 你不行你就问他 问他 他就直接线路板 我觉得得烧坏 但是人跟物的这个爱呢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 有的人喜欢吃辣 中辣 从其里火锅 好辣 你就会发现 这个辣的级别还分 中辣 中辣 微辣 还有在上海 我听到了一种新的辣的称号 叮叮辣 跟啥意思 你放还是不放吗 你要不就不要放 放完了以后 据说还是拿水 再过一遍 我说 何必 何必 何必呢 对吧 这种爱情的折磨感 跟爱情确实挺像 那么刚刚是在讲 这个A跟B的关系 那么在物理上解释的话 就是当两个阴差相遇的时候 这两个阴差 如果接受了同样的频率 他一定共振 我们现在生活中 已经出现了这个词了 你就感觉 这个人跟你有共鸣 他是真有物理的基础的 确实是这样的 就怎么看他 怎么顺眼 那个人你怎么看 怎么就不顺眼 这个是有生物和物理的基础 所以说 要想找到爱情 我觉得还得同频共振 我觉得你不幸回 现在跟你的苹果手机 共振一会儿 你使劲 跟他来一来 Siri反正现在已经出现了 比以前出现了 现在会反驳了 所以关于大导 跟人工智能这个探索 一直就在讨论一个话题 我们的计算机之父 也人工智能之父 图灵先生 很早以前就问这个问题了 机器会思考吗 然后关于人工智能 和人的这个区别 也在几个维度里面 广泛的讨论 更多的我觉得像 open discussion there's no conclusion because we're still in the process 我们还在路上 对吧 咱正确活得好点 能看到那一天 然后就是有没有情感 有没有创造力 够不够幽默 还是一讲完了 特别尬 冷笑话 然后他有没有直觉 最终的 就是他能否产生我们的意识 and how to divide it 我们后面的有很多的嘉宾 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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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